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各位好 這一段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 我們把兩段的時間 直接接在一起 因為都是 提示準備 就是有關於DT 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因為他接觸很多 Opensource什麼資料部的部分 所以如果中間 可能也會講到其他人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直接滾 那因為時間會比較長 大概這一段就直接到十一點點吧 對啊 不要覺得說 Enterman的時間就這樣 那我還是可以教你 這樣講很清楚嗎 如果清楚的話我就不上來 就沒有 好 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Alex 那我是MongoDT MongoDT 以中文社區的 台灣的 中文組織 那我主要負責的就是說 台灣中文社群的一個推動 所以我們可以在 台灣地區呢 我們可以去推廣中文社區的一些 中文化或者就是說 MongoDT的一些技術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的 微信 或者說E-mail 等等 我們過後可以再去做一些 公共做一些 進入的了解 那當然我們也有 每年大概會辦一個 屬於社區的活動 那我們期望就是說 可以帶領更多的同好 或者說還沒有參與過這個 開業的一些技術的一個 一些團員 可以來學習這些東西 那我每年會辦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生意 那去年應該也辦一個 今年呢會在大約在十月份 會再辦一個 方文DT的一個 中文社區的活動 那我大概同事 全是開八十多年 然後本身也是DT的 系統管理者 所以針對系統管理 包含說 資料部的一些 尾運 都有設定 那當然有機會 演參與到 Postgres MangoDB等這些 開業的技術 其實讓我 所以來 我又在工作上面 包括像剛剛前面 一位講者 看到就是說 現在 很多大型的企業 開始慢慢在引用開業的技術 那我們也 勢力在 協助企業來去做 這樣的一個推廣 所以可以剛剛說說 我在 我負責在 合約客企 我們在做這個 開業技術 是一個導入的一個 導入的一個 導入 那當然我們主要 協銷的是做 企業版 那開業呢 我們也做 為什麼 因為開業是BASE 你沒有這些基礎的技術的話 你沒有辦法讓 企業版的特性 能複製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有企業版 因為 坦白說 我們最近開業的技術 非常的容易取得 我隨手可以下載 我輕易給你下載這些資訊 下一道之後呢 你又遇到很大的挑戰 這個挑戰是說 這個版本到底是這個嗎 再來是說 可能各位 目前看到的資料庫還蠻單純的 可能就是像 Oracle 或就是像 Postgres MySQL 包含HoloTV等等 都是單一的資料庫 但是當你今天 用到一些Ecosystems的時候 你會發現 是怎麼 這是什麼 因為這個版本 相容性的問題 會發生 就是 今天我用的這個版本 要去相容 像剛剛前面那一位的 講的 比較好 我要去做整合 那 請問整個這個版本 不會用 你可能今天整到一個 最舊的版本 或是最新的版本 他必須要搭配 第幾個版本 或是這個SQL 那你不需要用它 所以企業版本的 benefit 是在哪裡 就是幫你去設備版 這件事 好 那 警察就介紹在這裡 就是說 企業的問題 由這個企業版本來進行 那當然 我們現在在做開門技術 我們期望讓更多的 這些 用這些技術的同好人 來主動這樣一個 開門技術 所以 我們代表像 Postgres Green Brown Green Brown 是一個分散式技術的 一個資料庫集群 based on Postgres 所以 明年 我可以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分散式資料庫集群的一個技術 而且 其實開門 那各位可以應用在 資料分析的領域上面 可以大幅的 提升領域算的效果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做 數據的分析 我們單純 一般的資料庫就是 single instance 它去跑 它的效能多大 就是那台 集群 但是當你今天是一個 資料庫集群的時候 那跑出來的效能 會很狡猾 因為 這個落差非常大 你可能是 數天的集群變成是 數分鐘的集群 因為這個 因為螞蟻熊密脈 機器越多 跑得越快 然後讓你可以 更快去體驗 你這樣的數據 那 MangoDB也是 但是其實沒有資料庫 等一下 會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MangoDB 是什麼 一個什麼樣的資料庫集群 那當然 今天主要的主題 是跟各位提供一個消息 在今年 MangoDB 4.0的版本 它推出了一個 Model Document Transaction 的一個 Futures 它主要能夠 是說 針對這個 這個 書籍的需求呢 我們可以 去 達成 教育的熱量 早期我們跟 Low Sego 遇到一個很大的兵 比如說 Low Sego 很好用 你聽到 PValue啊 Document Score等等 這些 其實 非常容易應用 因為 我們今天寫 Json啊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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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賞賜也有可以的部位來做一個介紹 然後Hadoop可能已經隨著有這個介紹 Kanow是一個EDL跟BI的TUBER 那我們今天介紹一下MAMO DB MAMO DB是什麼呢 其實在NONSECLE裡面大概有分四大類 一類就是KEY VALUE 那KEY VALUE我們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像早期最早記得事情裡面有一個BURKER DB 現在應該叫這個名字 叫什麼PET 我忘記了 BURKER DB 那BURKER DB是KEY VALUE的一個NONSECLE data base 那說坦白的很好用 因為它是為一個KEY得到一個VALUE 但是你今天在用資料的時候有這麼簡單嗎 因為我還提到剛剛Postgres的關聯性 抱歉它做不到 因為它就很單純 就是為一個KEY得到就可以 OK 那這項目是有什麼用的 其實坦白講 它有它的Purpose 它的Purpose就是做CAPS 做資料暫存用的 那非常好用 那它也可以稱得上系的DATABASE 那另外一個就是Document Store 那MAMO DB就是一個傳統的Document Store的DATABASE 那它就是Based on Json的一個型態去組成這些數據 所以你的資料型態可以是一個半解化的資料 像Json的資料型態去存進來 進一步可以在數據裡面去做一些PORI啊 CNZ版3C等等 非常便利 當然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說 你會加碼 你會加碼Squid 很容易去釣用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呢 還有兩個啊 抱歉我一次把它講到 另外一個是Object Object型態去存這些數據 然後另外一個是Breathe 我把圖線的資料呢 存到數據庫裡面 我可以在數據庫裡面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採集 做更進一步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回過來這邊講 Document Store 那除了這些NONSECLE的特性之外 最重要一點 我們還是要滿足企業的需求 所以呢 MAMO DB在開發的時候 他設計的關於RDB的一些Features 比如說 二級所有 什麼叫二級所有 就是說 在所有的NONSECLE裡面 NONSECLE裡面 NONSECLE就會有一個Index 為什麼 否則 我撞不到它 因為 就像我們一般在做RDB的時候 我們會有PARMIC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它要有一個NIC 我讓它在Search的時候 能夠快一些 能夠快速的去Collete到這些DATA 所以呢 在NONSECLE BVO一定會有 一個Index 可是往往 這個就是只有這一個 唯一一個 在其他NONSECLE裡面 可能只有這一個 那在NONSECLE裡面 它可以見兩個以上 包含這一個 第二個 也包含這一個 所以 有效可以讓你去做數據的導入 今天 所有的資料 不是全靈靈靈就了解了 你可能還要做查詢 查詢的時候 你可能 效能不足的時候 我要再做一些調理的時候 我可以通過二級所有的方式 幫你 提升你的效果 這個是主要的問題 再來就是 資料的強硬自信 早期我們講的強硬自信 其實各位會很值得說 為什麼要加強 應該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分散式的架構 所以 它是 deliver了一個最終一致性 當然 這primary一定是一致性的 當然是 在secondary的時候 它在做 data replication的時候 是一個強一致性 最終一致性的一致性 所以它可以確保 資料一致性的一個特性 再來就是 管理的精神 它在 Enterprise Features 就是說 期望能夠有這個管理工具 因為它是個集群 集群最複雜的就是管理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要長個節點 結束一個節點 或者說我節點的架構要做變化 有沒有有效的彈性去透過一個管理界面去做了解 這是Enterprise Features 就是 那活過的來看我們一般 Noseal的一個 需求 Noseal的一個 Noseal的一般就是靈活性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四大類的一個特性 國外物就是什麼 就是 數據的靈活性 我在應用在參考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快速去調路到我想像的資料 based on我 運作的方法 所以我即便有時候 我今天用一些像 語音 或者是文字 或者是像 Prentex等等 這一些 我是不是很靈活的來調路 這個資料 這在Noseal的一般的Futures 再來就是說 你是不是可以做State Out 跟他的Hiveability 為什麼 因為 現在我們講大數據 甚至我們講很多議題 其實國外物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只有現在的資料量而已 你可能要去面臨的是 未來無法預知的一個資料量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裡面 我們就去預期到 未來我要擴展的工作 依據效能 依據我的資料量 如果要去做延展 那我們有這樣一個架構 依據我的應用上面 再來就是說 他可以做一個全球部署 當然這個 Essant Enterprise Features 他可以把他的Service 做成一個Database 的Services 比如在雲端上面 讓企業呢 直接去Subscribe 去比如說Amazon 或者是Google 上面的Marketpress 去下載那個 這個我想 一般N-Plus 他們期望整個Mission 在這裡 OK 所以呢 我們結合這兩大類 Redational 跟No-Secure的特性呢 我們做一個信貸融合的一個 No-Secure的一個資料倉庫 資料倉庫 那 在早期的版本 坦白講 如果有用過Mango 應該就知道 發展到今天 我認為 是蠻完整的第一步 今年 在前幾年 在前幾年呢 我個人認為 是說 還在何段的 在經歷當中 原因是因為 任何Health Run 有一個資料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有看過 這些例子 即便Postgres Postgres 我們最早跟的是 7點多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真的 買備代取啊 要什麼沒什麼 要資料庫 備份沒備份 要做DR沒DR 要幹嘛沒幹嘛 要自己想辦法 然後一路走 走到現在 我覺得很興奮 什麼都具備了 你要什麼 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 而且今天我們 亞裔的今天 有這個 他分享到 他用image的資料處理 其實在資料庫主 就可以運行 我不需要藉由外在的力量 來做這些 比如說 其他的後來的所有事情 你可以用在資料庫主 裏來做 這我也不熟 原因是因為 有了社區的發展 你可以一路往下發展 讓這個產品 跟他多重 那 MangoDB也順利無止 所以 早期他遇到很多挑戰 比如說 Storage Engine的issue 比如說 包括他的一個 Project Issue 他的一個 Algorithm的issue 包括他的一些 Eggigation的issue 都在他的發展過程當中 一步一步去做運行 那他為什麼在今年 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年 原因是在於說 他今年也被持了一個 交易 事務行為應用 反正我們都是一個 他很難去做交易 為什麼 因為我是Document 這份文檔 進去做儲存 請問 我怎麼做 資料的理智性 當然他可以確保 這份文檔的理智性 是沒問題的 好 那就看我自己而已 那我沒有看別 沒有辦法去做 所謂的 這個 一個 translation的方式 的Compure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基於他的 天生的架構 他就做不到 那今年他很浪費 他可以做Multi-Document 去做translation 你可以制定一個translation的 一個scope之後 在程序體檔裡面 設定一個translation的 一個scope之後 來去限制交易的訴求 可以達成我們傳統 在RTV 已經形式多年的交易來源 所以等一下會簡單 跟各位構思一下 目前提供到的一個concept 是什麼 那未來 可能還有一些 platform map 也可以跟各位分享到 就是說 在來年 我們還有更多的 構想 能夠在制裁上面 做一些發揮的 然後接下來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可能對中是一個 沒有什麼idea 我簡單構思一下 右半邊這邊 是你們左半邊 左半邊這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觀念式 資料庫的傳統架構 我們可以看到 主檔 遊戲檔 一個人呢 他擁有多少台車 這個觀念比表 三方的DV裡面 就把一個人呢 他所呼籲的車 放過在一起 我們以前在RDB 叫做正規劃 Normalize 那我可以做第一正規劃 第二正規劃 第三正規劃 比較少 一般做到第二正規劃 但是我們在MamboDV 是頂功的吧 我們要把這些數據呢 儘可能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像我們現在 有很多使用的人 叫做360度式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還是要先握在手上 我要怎麼看 就要360度式 所以呢 我今天可以把這些數據 收在手上之後呢 我要用不同面向分析 我可以很快 我可以跟你們知道 OK 那這個就是文檔的形態 那右手邊 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Jazzle的形態 Jazzle的形態 那 簡單的架構 仔細來講就是說 裡面有不同的資料型態可以配置 比如說Stream Locker Jill的那個 地理坐標 或者是說 我還可以做Soft Document OK 所以其實資料為什麼靈活 就是說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開發 這邊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隨心所欲的結果是什麼 代價是什麼 代價是什麼 代價是沒辦法管 今天有客戶在開發的時候說 欸張包 我今天知道的問題是 他們開發很高興 開發一下就deliver了 就交件了 這個專案就完成了 這個至少公開 我先出來 但是我沒辦法管 它裡面寫的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在做RDB的時候 我還在說 我今天有十個欄位 這十個欄位 你總會有第十一個吧 因為你還經過RDB這一關 很抱歉 你在貓RDB裡面隨便掌 你今天要掌的Database 要掌的Collection 我們叫做Table RDB的內地叫Table 那對AP來講 它非常的 flexible 拚命的寫 寫到後面你沒辦法管 好 這個時候其實這個就變成一個痛點 好 那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企業版推了一個叫做 Schema Validation 我把你限制住 那限制住之後 你只要新寫進來 就把你擋掉 所以這是Enterfile 所以如果今天 你用Community的話 Just go ahead 你本來就信仰用法 馬上有問題再來講 但這一個很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開發一個 系統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開發一個 HR系統 突然間我的人 規模就這麼小 所以我開一個欄位 就是5個 那我覺得就夠用 就今天我規模變大的時候 我就要做北中南的時候 分公司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要增檔的欄位 那這時候我回到我們 城市開發的工法 我們要去做這個 SA啊 SD啊 然後接下來就 補格面 等這個LifeNight 在MableDB你可以直接去開發 所以你以前是5個欄位 現在變10個欄位的時候 基本上資料庫 它是可以允許你執行 反正你要做新生修改三局的話 是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對AP開發來講 是比較不一樣的 你可以很快去導入 去貼近你現在開發的需求跟想像 所以對AP比較 close 比較 close 那所以對DBA來講 會覺得說 有點怕怕 因為這個資料庫完全沒辦法管 因為我接到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我只能看到說 它現在已經很大了 然後接下來 校名問題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管 因為一切的一切 AP都給我適合 OK 這蠻有趣的 不過這個給各位不同的思考 好 那接下來再給各位一個 另外一個想法 這個no-seal跟relation的差別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台跑車 我們在RDP的觀念裡面 我們把跑車拆緊 頭歸頭 輪子歸輪子 車身歸車身 引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正規化 所以我們看到的資料會是什麼 分分別的 把它拆開來 一個一個放 那我們今天要組成一台車的時候 哇 那大陸的時候當然要做joaming 我們要花很多心事 把這些數據呢 揪成我要的資料 才會變成這樣發生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效能都在哪裡 Database Database如果今天跑不夠快 如果它的resource不夠好 那很抱歉 你的頭腦就會很糟 那MangoDB是什麼呢 它幾乎是整台車進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人的資料 加車的資料 基本上是幫了在一起 一份文件的 所以整份文件進資料庫 所以你需要的 就整份進去 整份出來 我針對這個document 這份資料 tory出來就可以了 幫它你要做 西路來刪除 簡單的概念是這樣 讓各位可以 比較容易去想像 這個資料庫的一個特性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如何去感覺到它會比較快 為什麼會比較快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一般 我很想模型怎麼走 我們在前台 比如說我有webserver 透過javascript 我會把資料呢 透過json 味道 browser味道 這個middleware 比如說webserver homecare apache 等等這些webserver 我收到之後呢 我要做轉移 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要把它做成 我物件型態 我在biddleware裡面來做 進資料庫之後 因為它是 它是java language的型態 或者說不同程式語的型態 我要再做ormap 像剛剛講的 要把這台車拆解成 分別類不可以就配合 所以我要做ormap的進資料庫 相對的 你有一些cost 你要去做拆解 然後相對你查回來一樣 你要做組裝 所以這邊的cost 都在中間都會發生 你必須要把資料做拆解 因為不是native 你必須要去做加工 那在mongoDB這邊來講的話 我就是 自主自衷都是jason 我直接收進來之後 我存進去了 他不是jason 他是vison 他是finery的jason的型態 他直接用mapping的方式 進資料庫 所以對他來講 只是一個transfer 我的資料庫的格式呢 跟我們手上的內容 只是轉換進去而已 所以進去跟出來 即可不太需要做加工 非常的迅速 所以他為什麼殘球速度會比較快 我們曾經在一個客戶那邊做一個實作 他去拿既有的資料庫去跑 跟RDB去跑 跟我們mongo來比 其實 因為我們特性不一樣 你要說兩個是不是equal 我覺得天生架構就不同 所以你真硬要比的話 我比他快 我只能說甚至不如 為什麼 因為我的架構優秀 資料都在手上 我都已經最佳化在我手上了 所以我今天要查出來的資料 基本上都是我信手臉 就是我要的資料 OK 所以相對的 我的查詢速度 跟運算速度都會比 一般的關聯式資料庫來得快 當然這個前提還是 看又在哪個場景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做 像這種 financial的這種 這種比較 要高的 HCID的需求 的特性的話 我覺得RDB還是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顯示多年 像Postco已經運行了二十多年了 他從考驗率到現在二十多年了 我相信 他的技術是非常遵守的 所以一般 我們會把它拿來做 Transential的一個 database 那MangoDB 它其實是應用在 大數據的應用場景裡頭 你可以去收集不同的數據 尤其是這種 非結構化 半結構化的數據 我可以把它結構化之後 存到我資料庫裡頭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它的架構 針對scaleability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sharp的格式 它可以自動去破綻 只要今天把sharp加進來之後 它自動去做data的rebalance 自動化 也就是說我今天加了一個集權進來之後 我這個集權的意思 後面會介紹 sharp就是每一個分片的一個單位 單位這個sharp加進來之後 它自動把資料打散 自動把資料打散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節點掛了 它會自動把資料複製回來 複製到其他節點去 讓剩下來的資料會是最完整的 所以它是自動化去做擴展的 而且呢 用的伺服器是非常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x869 或者是雲端的一個環境就可以了 然後針對hyability的部分 它有一個叫ramp asset 它的架構就是三台 一個primary兩個secondary 那主要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針對hyability不是兩台所有的strike 一定是基數節點 所以它的standard的一個set就是三台 那這樣的話 我們稱作是一個最基礎的一個sharp sharp 一個分辨的基礎 我們剛剛前面一個slide看到 每個sharp 最基礎的分辨就是這三個 三個節點 所以呢一個sharp就是三個節點 那它內部呢 是自動化去做投票的 它內部會做投票機制 primary今天在這裡 你可能下次開起來的時候 它會跑別的地方去 為什麼 基於先起來的同時 它會得到說 我運算的結果 投票結果 我是最適合當primary的 它不會dedicate在那一台 但我可以dedicate 就是說它裡面可以設priority 我指定說在某一台機器 優先就是primary 這是可以的 但default你如果不去設的話 它其實它會跳的 但是不理想apr driver這邊的話 會幫你去做選擇 你到底今天是從哪一台機器 包含就是說 我們今天一般 我們在做伺服器需求的時候 會希望能夠做到 讀寫分流 那讀寫分流的話就是 讀就走primary 抱歉 寫就走primary 然後讀的話就走secondary 那一般對apr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功 為什麼 因為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要打這兩台 什麼時候要donate它 所以你只要跟driver講就可以了 我今天prefer reader prefer reader 還是prefer write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切primary 或是secondary 所以對apr來講 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調用這樣的數據 然後這樣的一個複製呢 其實完全都是自動化 今天原來primary 步上之後馬上secondary 投票之後就接手了 馬上接手 那修復的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說原來就的primary 如果修復了 只要加回節點 自動同步資料回來 所以對用戶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用過客戶 他們都覺得說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連DVA都不太需要管 因為即便機器故障之後 它還有其他備員機器可以用 機器修復回來之後 它會自動來去做 其實這是蠻容易來去做實做的 然後這是一個shard跟replication架構 剛剛看到那個autoshard sharding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個分片就是三台 一個分片就是三台 三台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擴展 OK 所以縱軸這邊呢 我們提供的就是highability 我今天這個組結點步上之後 其他的資料結成的 都可以高峰 那橫軸擴展的部分 就是scanability 因為我今天基於空間 效能不足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節點擴展 去提升我的效能 OK 那這是一個最後的一個重機的架構 那在重機架構裡面呢 其實我們通過driver呢 前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service 叫做query log query log 其實主要是要去做 因為資料被分片出去了 就分片的概念 就有點像partition database partition 我把資料分片出去了 那我怎麼知道 我的資料在這裡 在這裡呢 所以通過一個query log 去幫你去做query metadata 然後去訪問你的samen之後呢 幫你dispatch到其他的不同的shot 對用戶來講 其實是無感的 因為所有的algorithm 都在driver跟query log 已經幫你視作掉了 OK 這是一個最終的一個重機式架構 好 那前面的介紹大概就到一段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就是說 在包括db 他所deliver的ACID的特性在哪裡 第一個在原子性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要不呢 就所有的資料都扛密的 要不就是所有的資料都扛密的 也就是說完整的資料的一個 一個一致性的 這是必要的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是不能分割的 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做的交易 你移動了兩個數據 那這兩個數據不能分割 為什麼 你不會說第一個已經移動了 第二個不能移動 要不呢 就整個移動 要不就整個不移動 這是原子性的一個特性 那另外一個是consistency的話 就是最終一致性 這個數據要確保就是說 我今天結束之後這些資料都是不變的 都是不變的 因為尤其是芬蘭市架構 這個挑戰更大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交到哪裡去 我還不知道 我可能 我這一次commit不是在我現在這個節點 我是把 因為我service dispatch 送到某一個節點去做執行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資料的一致性 那通常我們這樣的應用 會在翻臉式資料庫 會是用這個constraint 來去做實作 一般會是這樣做的 isolation isolation的話就是資料隔離 那我想這個一般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說不同的交易 我們就會做不同的view 不同的權限 看到不同的東西 我想這個 這是一般的concept duability的話也是一樣 資料確保永久留存 那當然我們這個會透過 ride and load 來做實作 我們也透過ride and load 來實作這樣的一個應用 好 好 那當然 我們現在所解決的就是 我們可以去做 事物型可以做到這幾個 collection database statement 跟document document是最低層級的 我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database我們知道 statement就是我們知道的 statement嘛 collection的話就是我們所謂的table 然後document就是所謂的一筆筆的roll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到 multidocument的一個這個層級 算是最低層級 然後而且是多document的一個 translation的事物可以形成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那原子性的話在我們這邊怎麼實作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一個交易出去的時候呢 寫了三筆資料 還沒有卡密的時候 如果還沒卡密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在catch裡頭 那卡密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讓其他的 失誤來看 否則呢 只有你這個session 可以看到你移動的東西 這個資料的原子性 然後 我們的isolation 是用了一個叫做 snake sharp的一個isolation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一筆筆資料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內部會做一個snake sharp snake sharp會落在101 然後之後呢 接下來再繼續往下走 我們會再自動會去觸發snake sharp ok 會有另外一個snake sharp 那我們這樣做下來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時間點去做一些隔離 不能做大塊 因為我是分態式的 所以我會分塊來做snake sharp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snake sharp 抱歉 跳掉了 那資料一致性的話 讀寫一致性的話 我們看到就右邊 這邊是一個資料 上面一個session呢 我們要去嘗試做一個異動 把台北變成新北市 那像這樣的作業的時候 只要沒有commit的話 那 不好意思 只要沒有commit的話呢 我做read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read的話應該得到的是舊的資料 我想這個跟我們傳統 relational database concept其實是一致的 只是說現在大方文DB現在才實作到這一些項目 然後接下來是介紹的是衝突 write conflict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寫一個交易進去的時候呢 如果當你寫入之後就可以得到一個這個寫入所 當然前提是transaction 你要宣告的是有transaction 因為就像我們一般在做交易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設transaction的話 基本上這個是沒有被保障 你沒辦法做rollback 所以這個前提是 你是有做一個宣告傳ception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交易所 然後你新的傳生如果要清除的話 那就很抱歉 你會得不到這個所 得不到所的時候呢 你就會被終止 然後呢 並且rollback你當初異動的資料 這是這個session 這是第二session 所以這個我想跟我們一般的事務型的需求 因為我們玩RDB很多年 會覺得這不是很基本嗎 的確 這是很基本的 但是RDB過的這一關其實是很容易的 好 那另外一個寫入衝突呢 我們另外一個按鍵 我們寫了一個交易呢 在這個文檔裡頭 是一個失誤型的一個交易 並且得到一個寫入所 然後再來呢 我們做一個操作 但是這個操作呢 是一個non-transaction log right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沒有宣告transaction 我就是要去移動這個資料 那像這種情形發射的時候會變成怎樣呢 我會變成就是說 它會等待這個所釋放 等待這個所釋放 第一個transaction釋放之後 直到Mexima timeout的transaction 到了之後 把你終止掉 因為你一直串名異議嘛 所以它會有一個上限值 就把它終止掉 所以這個場景是這樣的 比如說當你這個交易是沒有被宣告是transaction的時候 它就會被終止掉 然後再來一個寫的衝突是什麼 是針對讀的部分 一樣的我們第一個得到一個寫入所 現在讀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影響的 是沒有影響的 那但是這基於isolation isolation的話你只能讀到舊的資料 所以它讀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即便你已經有transaction lock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讀寫的讀取的一個衝突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就是 一樣做寫入的 但這寫入蠻特別的 因為我是文檔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第一個交易呢 我一樣做事務型的需求 但是我異動了一個一樣的資料 好 異動一樣的資料 那這個一般來講 傳統的數據部應該會 會留transaction log 會有一些rion log 或者是archive log等等去記錄 然後我們第二個setion 如果進去再去異動另外一個 異動另外一個欄位的時候呢 它會變怎樣 在這裡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有影響 為什麼 很特別的 因為我雖然是有一個transaction log 但是我沒有異動到資料 這個叫什麼 這叫no operation log 它並沒有所謂的操作的 異動日誌 那因為它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減少封包的傳遞 為什麼 它到最終的結果其實是一樣的 它根本沒異動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有效應日誌 它不會有異動的紀錄 所以對它來講不是一個 它就不會鎖到它 所以這個時候它異動的時候 它是可以變異動的 因為它沒有寫入 異動的衝突 所以這個在這個 Write Comfort的一個應用上面 其實有不同的一個特性 那接下來是事物型的支持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從3.0開始到4.0 這是我們這幾年來的發展 那3.0其實 為什麼從3.0開始 因為3.0才啟用了Wire Tiger 一個Storage Engine 那這個Storage Engine 其實它是在3.0的時候才買了這個產品 叫Wire Tiger 因為買了一家公司 它專門在做Wire Tiger引擎 Storage Engine 那這個主要的特性是在於說 它可以針對Data Data database去進行壓縮 以及這個加密的一個應用 所以它引用Wire Tiger之後 一路的去發展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4.0的時候具體來講 對Rub Cassette的部分 有比較具體的實作 那針對Shotting的部分 我們剛好提到 Shotting是一個分布式的架構 所以你在做這種分布式架構 交易型的試物的話 其實是有困難度的 預計在明年的一個完美 不完整 那今年的部分是正在Rub Cassette 單一個節點的 一個試物型的要求 是可以達到的 OK 這個是簡單的一個 PlanRamid 試物型的一個支持的部分 好 那最後呢 那我們跟 各位總結一下 NanoDB 4.0 其實我認為其實 應該做一個最基礎的一個 試物型的要求 其實應該是具備的 而且同時擁有很多特性 像剛剛提到 效能提升延展性 以及高可動性 等這些功能 包含靈活的一個架構 再來就是HID跟試物型的支持 我想應該可以滿足 現階段任何的一些 應用的一個需求 當然Mission Critical 不用搶 因為你有很多款 要去達成 其實那定堂別論 但是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技術 可以去滿足 大多的一個服務來滿足 那當然更重要的一點 是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這個機會 可以招募更多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心血啊 能夠注入這個 None Secret行列 當然我們知道其實 其實在None Secret應用場景裡頭 現在有很多企業在用 但是他們用 絕大多數都是在Lab階段 因為他們在自己 辦公室裡面去做一些 正確性的一個發展 比如說他今天做日制分析 做這種大數據 IoT的分析 IoT的收集 或者說做一些 這個 舊型分析等等 通過這些數據 比較flexible data的structure 去收集進來之後 他可以在上面 做進一座的東西 好 那我順帶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資料平台即便存進去之後 那下一步 我要做呈現 當做呈現的時候 你會發現 應該很難用 為什麼 任用SQL 他就不是SQL 他不像我們傳統 下SQL就沒有兩張 他還必須要下 關聯的方式去做 那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有用過hypernet Java的hypernet 用物件導向的方式 去取得資料 去用資料的話 MongoDB就是這樣用 所以 如果你是用 傳統的物件導向 那種 那種 OF的方式去做的話 其實我認為 應該很容易去 操作這樣的數據庫 應該很容易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未來有更多的一些 需求 在這上面 比如說像 IoT 我看到比較多 像IoT 或者是這種 這個 網路的 舊型分析 這些數據都會 收集到自己比較好放 那分析的話 我們在這裡面 坦白說 他沒有分析的套件 所以 因為像我們剛剛提到 Hoseways 它裡面有什麼 它裡面可以 build in 像 POR 剛剛提到的 就是把 R的 algorithm 把R的 integrated build在Diabase裡頭 你可以把 R的code寫在Diabase裡頭 還有包含Python 你可以用Python 你可以用Python 來去做 在資料庫裡面這裡點一下 很抱歉 在MongoDB也沒有 沒有 那怎麼辦呢 其實 MongoDB也有想到這個問題喔 它提供了 Spark的Connector 所以 對用戶來講 你可以透過Spark 你可以透過Python 透過Skara 去調用 這個 MongoDB 把資料 從MongoDB拉出來之後 在 Spark Machine Learning的 package裡面去做運算 一樣可以 做Deep Learning 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 應用 OK 然後最後 不好意思 我要打個廣告 中文社區 OK 沒有我今天主要來的目的喔 我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大概在中國大陸成立的 那 我大概也是在去年 前年的時候 加入這個活動 那 我也希望就是說 因為Nosigo 是一個蠻新的技術 那我希望 各位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然後在這裡呢 其實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後面有提到就是說 在用這種open source 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是什麼 因為 很多都來自於 國外的技術 所以來的都是原文 那我們一個願景就是說 可以把它中文化 那 這一些 開發者 或者說用戶呢 可以透過中文化的界面 去學習 快速學習 甚至在學校 甚至在企業裡面 你可以很快的 取得這些information 所以呢 我們建立一個中文的平台 你們可以在這個 中文網站裡面 去做 資料的 這個查局 還有一些Q&A的應用 我們包含像 北京 上海 杭州 神都 廣州 甚至還包含台北等等 我們有一些線下活動 等一些活動 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大概有一些資源 這邊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第一個 國客 其實就是部落格 大陸裡面 那他們 定期的會去 Revis一些 新的技術的分享 包含一些 use case 在上面可以讓各位 可以去學習很多東西 OK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技術問答 技術問答有點像什麼 一般的 產品的Q&A 比如說我今天用的 這個 query 我們最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我下了一個 Sequel 這個我在Sequel裡面 很容易下 那當然 你可以在裡面問這些問題 但可能 可能他說你現在可以怎麼說吧 或者沒關係 但至少 有人可以回答你 當然 我們以前 以前沒有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都在哪裡 Sequel4 或者是在World1的一些 一些開放的一些 尋問的平台裡面去做 做確認 所以 我們希望可以做過這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去 有一些互動 讓大家可以 輕易地去學習這些東西 然後更重要的也是中文手冊 因為 雖然雖然 那個英文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坦白講 那個 要能夠融會貫通 讓各位能夠領悟到 這個技術的精髓 所以他們有經過 我們組織裡面 會有這個 專門翻譯的人 翻譯之後呢 有技術的人去教導 因為 很抱歉 翻譯其實很硬板板的 其實沒有意義 當然我們在笑 你不能用Google 穿子雷做這件事 必須要去reelver過這些 所以我們裡面有很精心的去修正這些東西 那你們可以參考 但目前沒有完成 完全完成 所以你們可以 有機會的話可以進去參考一下 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幫助的 那現下活動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不定期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像我提到 我們今天大概10月19號之後 會有一個 台原的一個活動 在Mango TV 在台灣的一個 台原活動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些文檔 我們可能在 我們剛剛有這麼多活動 可能在北京啊 在上海 在深圳等等 這麼多地方都有辦活動 那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這些活動都有slide 你可以上去下載 可以去看 如果你錯過也沒有關係 我們也整合了在大陸的一些 線上直播系統 所以你也可以錯過再去看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然後資源下載 就像我剛剛提到 有一些Document啊 有一些 有一些評論 有一些部落投機 就在做這些事情 OK 好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例年來的 這個 這個是我們台灣辦的 去年9月份 9月1號在 在那個 資社會員跟資社會合辦的 一個開源的一個 一個活動 那也感謝很多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大概100多 我覺得蠻感動 因為第一次辦 開人的活動 然後 大概 坐到沒位置 我覺得還坐到第三 不好意思 下次我們會找大一點 今年我們位置會找大 大概預計到兩三百人 所以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然後最後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WeChair 你可以 如果你不知道網址的話 可以找一下條碼 這是我的條碼 所以你可以 掃一下中文社群的條碼 然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Mongoling的網站 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進去 查詢一些 我們已經用過的一些應用 分享給各位 好 以上之後 這都是我Mongol的分享 謝謝各位 那 各位要休息也可以休息 因為 我還接著下一場 因為我本身也對 中文社群也做很多 很多問題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這邊的一個經驗 所以 我的這個事情 會一直往下走 走到十一點半 各位如果 如果你要休息的話 或是要到北場 也 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